十足的同时,还会想到位于四川乐山的大佛 这么多年来,这也逐渐发展成为了一个庞大的旅游项目 许多人纷纷来到此处进行游玩 在面对这些大佛的时候,不仅会有游客在想 在这其中,是否还藏有一些不仁人知的秘密呢? 例如说还真有,就在前段时间 我国科考队就发现四川大佛中仅暗藏玄机 1300多年前的秘密终于被破解 这到底是什么秘密呢? 原来据了解,这尊大佛当初修建的原因 并不仅仅是这里的人们当时对佛教的崇拜 而是因为四川处于南方地带 平时就会出现许多多雨的状况 于是,他们就修建了这个乐山大佛 在其中也留有了许多的空洞 然而在前些年,我国对大佛进行翻新维护的时候 探明了里面的洞穴 他们发现在不少洞穴之中竟然留有不少的宝藏 也并非所有东口都有 而且还有一些存有明显的盗墓痕迹 不过,他们还在其中发现了一本不知名的秘籍 此消息传出后,网友纷纷表示 或许是上古古秘籍见识 谁学了,不说不定就能成为下一个李小龙 对此小伙伴们怎么看呢 你们觉得这本秘籍会是什么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